这是加米的单挑赛了 左边小翟右边是小孩 两人用同样角色来打一个PK 目前小翟先对小孩发起来进攻 而且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效果 小翟再次缺乏小孩的凹生龙 啊这个一眼的空间被小翟先毒了啊 这次小孩再凹生龙 又是一眼的空间 现在小孩肉眼可见的感 凹了在角落里啊 好联系两个头 第三个有没有 第三个角杀 第四个小翟拼命的推开他 小翟说我也会啊 来小孩来再抓一个 这插线了 谁碰到谁死了 哎呀 小翟一直是练这个加米的 加米的设定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 一个妹子 小孩的广州好胜头还是这么准呢 下中拳 下中拳 占中拳 之后马上带吕冲联确认 小翟这里还是被关厕所 起身眼神龙 我真的是 G86就是要有时候追自己要凹一下的 怎么办 一个 还想抓 这次被缺乏了 但是小翟没有选择接 谁超啥 来了 这次来了 没了 挡挡挡挡 挡挡 真疼啊 小安在小孩儿先输了第一分 继续开始 现在对局 来对小翟对战 小孩儿 抢三的啊 抢三对局啊 都是使用加米 加米这个角色在街霸 四街霸五是那样 尤其是街霸五是小孩儿的一个曾经的主力 后来 他放弃了 因为后来加米被调整了 他又选择了后面的角色 后来续黄 这个完美的斗七个党 咱们促成了金方 那现在小翟再次用众生龙打击缺乏 还是血量上不及小翟小孩儿 小孩儿啊 不是给小孩儿套路了 他套路小孩儿 再一个完美的疙瘩 文化上墙 疼 加米这个角色连招伤害 不像马里莎那么疼 作为内心角色来说 但是小翟这里再给小孩买个绝杀 真疼 骂得疼 还有机会吗 小孩儿 他还有机会吗 小翟是白的 好可惜啊 会不会剃头小孩儿呢 兄 又是现在掌握在小孩儿这边 但是这是一个第一灯啊 发现没有 小翟不敢轻易前跳啊 因为他防着小孩儿的生路 送我 迸发推墙 还有一个生龙呢 打完之后 现在小孩儿血量又危险了 第一时间用一眼生龙 堵一把 好 很危险 小孩儿再次被小翟 哎 一眼生龙 你发现了 你发现有机会儿 你发现有机会儿 这个游戏 真的有时候你要给自己逼一下 凹一下 还是他 堵一把 好 又是一个金牛角杀 小孩堵生龙 可惜啊 这次小孩儿被小翟套路到了 小翟就要让你堵生龙 果然上吊了小孩儿 冲动是魔鬼啊 这次广州好生龙 害了小孩儿 一脚 怎么办 而且现在小孩儿斗气很少 哇 骗拆头了 小翟完胜小孩儿 剃头小孩儿 你太对了吗